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负数绝对值 它的一些性质 假设Z1Z2它是一个负数 那么它这边说Z1绝对值的平方 它就等于Z1跟它共2负数相乘 其实这个性质蛮明显的 我们现在就假设Z1它是这个 X加Yi好了 那么Z1 barZ1的绝对值 Z1的这个共2负数就是X减掉Yi 那根据共2负数的性质 Z1跟它自己的共2负数相乘 变成X平方加Y平方 这也就是十步平方加虚步平方 那X平方加Y平方 刚好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Z1绝对值 它的平方 为什么 因为Z1它的绝对值呢 被定义成是根号 它就是根号X平方加上Y平方 所以你把这个平方以后 它就是X平方加Y平方 好那么 这一个性质啊 这边打错了 这是Z1 那它说Z1的平方如果 等于0的话 Z1就等于0 那这个Z1 Z1绝对值的平方 Z1绝对值的平方呢 它就是X平方加Y平方 这两个时数平方和呢 它一定大于等于0 它一定大于等于0 那如果它现在等于0的话 那表示什么东西呢 表示X等于0 那么Y也等于0 Y也等于0 那所以呢 这个Z1呢 就是0 如果它的XY都是0的话 那这个Z1呢 就是0 这个性质我们看过了 接下来呢 Z1它的绝对值呢 就是Z1bar的绝对值 因为Z1如果是X加Y Z1bar是X减Yi 那你把它这个 X步平方加虚步平方 开根号变成绝对值呢 它们是一样的 那另外呢 Z1绝对值呢 它就是负Z1的绝对值 这个也很明显哦 那同学看这里哦 这个Z1呢 它等于X加Yi 那Z1负的 负的Z1它就是负X减Yi 负X减Yi 那你给它挂绝对值以后哦 负Z1挂绝对值以后呢 那它实际上按照定义哦 就是把它十步呢 平方哦 这十步 它这个是虚步哦 十步平方 虚步平方相加 开根号哦 所以十步平方 负X平方 虚步平方 虚步平方 Y平方 那这个负负消掉了哦 所以它还是呢 这个Z1 吧 Z1的绝对值哦 它还是Z1的绝对值 跟这个是一样的哦 跟这个是一样 好 那接下来第三个性质呢 就我们就不正了哦 Z1乘上Z2 它挂绝对值呢 那你可以呢 不用先乘开 你可以先 Z1绝对值乘开 再乘上Z2的绝对值就可以了哦 那相除呢 也有这种性质哦 因为做除法哦 如果你先做除法呢 会比较麻烦哦 那这个性质呢 提供我们一个 很好用的方式 就是说 你可以算分值的绝对值哦 然后再下去 算分母的绝对值哦 然后你再把它除起来哦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呃相除哦 它比较简洁的运算哦 那这个 我们先清一下这个萤幕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第四个运算哦 它的这个证明哦 呃 第四个这个运算哦 同学先看一下哦 Z1分之Z2哦 我们在做除法的时候呢 我们 首先呢 就是要在分子分母哦 同时乘上分母的共二负数哦 也就是说呢 分子分母先扩分 乘上Z1吧 乘上Z1吧 那这个Z1乘上Z1吧 根据刚才这个性质哦 我们再把它拉上去一点哦 好 根据这边这个性质哦 Z1跟Z1吧 这两个乘起来之后啊 那它会等于Z1 绝对值的平方 好 它会等于Z1绝对值的平方 所以这个分母哦 它就是Z1绝对值的平方 那分子还是这个样子哦 那因此呢 你把这个 它挂这个值以后啊 那实际上就是把这边这个挂绝对值哦 那挂了绝对值之后啊 这个 按照这个 呃 式子啊 Z1绝对值的平方呢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大于0的时数啊 这是一个时数 那所以呢 它可以从这个绝对值呢 脱离出来哦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注意这个分子的这个绝对值哦 那分子的这个绝对值呢 呃 根据第三个性质哦 第三个性质呢 它跟我们说 我们清一下这个萤幕哦 第三个这个性质呢 它跟我们说哦 这个两个 复数相乘呢 你可以先把它绝对值 求出来再相乘哦 那所以呢 这边两个复数相乘哦 所以我们可以先求第一个 再求第二个哦 好 那第二个这个绝对值哦 Z1绝对值呢 它实际上的就是呢 刚才这边 Z bar的绝对值呢 就是 我们就把这萤幕清一下哦 Z bar的绝对值呢 就是Z1的绝对值哦 就是Z的绝对值哦 所以这两个呢 可以消掉一个哦 它可以跟上面这个消掉 那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呢 它到最后呢 就是呢 Z1的绝对值哦 然后分之Z2的绝对值哦 分之Z2的绝对值 好那接下来呢 这边呢 还有一个三角不等式哦 三角不等式呢 两个复数相加的绝对值哦 小于等于 这两个绝对值相加哦 那这三角形三边的关系哦 这个要等到这个 复数的向量式哦 表达出来 这个比较好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